好,现在呢我对下周二的一个教主VIP的新课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这是今年的第六门课 那么一共七门 那么还有一门呢,ISE 那其实已经在开始设计了 当然呢,ISE是我的拿手项目 只是说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全新的设计 有全新的实验台 版本也是最新的 所以说呢,这次改版比较大 但那毕竟呢是思科的安全的东西,我比较在行 应该呢在12月底,我们就应该可以上线 应该现在我们的前期,我们的礼宾老师已经开始在做了 好吧 预告一下啊 那么今年的话呢,相当于就忙完了 这个讲完,ISE讲完 基本上今年就算忙完 明年呢主要是一些防火墙相关的东西 好吧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UPSRA 那么这是一本小课 那么下周二我们来讲 那么为什么是二不是一呢 因为小课的话,我喜欢从周二或者周三开始讲 因为我不选周一,周一给我压力很大啊 所以说我选周二开始上课 好吧 应该是两天 那么这也算是一个小课 那么确实呢,知识量也不大 UPSRA呢,大家应该知道我前期呢在进化论 应该读了他的一本书 那么基于意图的网络就是他们家写的那本书 那么他们家呢也算是基于意图网络这一块的领导者 也是先驱者 好吧 现在呢,他们被这个倒霉的Juliper给收购了 我感觉有点够呛啊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思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前期呢,我读了他们家的这个那本书 由于呢,开始只是读书,那么并没有做实验 其实呢,很多理解呢,还是有些误差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的一个套路吧 我觉得 我希望我再说一遍我的学习套路 就是说呢 你可以最好能看本书,资料不好是啊 最好是有书,有书最好 看书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看吧 了解点基本概念 不必看得太明白,也不必看得太清楚 然后看那个差不多 然后呢,你就去做实验 然后做实验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去想太复杂的实验 那官方有个什么实验,你就知道他是做 照他点,然后基本上能够做出来 感觉一下这个整个过程,通了 就万岁,好吧 呃,做完之后呢,你再回来,再看那本书 诶,我觉得你肯定有新的想法 绝对能够知道你前期的理解有些错误的地方 再看完那本书,然后你再回来 那么再想想那个实验 诶,是不是什么地方我可以再更新一下 什么东西我可以再改进一下 你再做一遍 你就不明白了 好吧 所以说这应该就是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 第一次读书,绝对不强求 因为一些新的概念 你就读书,你也不做实验 你说理论闹明白,我不信,好吧 然后呢,做后面做做实验 感受一下,实验你也开始也不要有太多想法 就是官方的标准实验,你就点点点 能通就最重要,好吧 回来再读书,回来再做实验 靠谱,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好吧 那么所以说呢,有些读书的内容 我感觉当初呢 那个体会的不够到位 所以说呢,这次重新的再把那些书里面的 我再重新捋了一遍它的书 然后呢,把一些我认为它比较重要的一些关键点 然后呢,重新又写了一段的PPT 你把PPT重新再写了一遍 这次应该我的理解会比较到位一些 什么叫基于意图的网络,好吧 简单说呢,基于意图的网络呢 就是一个升级版的SDN 那么现在的话,那些国外的主流厂商 你说它是SDN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你在骂人吗 我怎么叫SDN呢 你们家才是SDN 你们家才全家都是SDN呢 哈哈哈,对吧 就跟骂人其实差不多 现在呢,最重要的是基于意图的网络 什么叫基于意图的网络呢 SDN呢,你可以认为 只是替换了SOHO工程师 就是以前呢,需要SOHO工程师一个设备去打 现在呢,不用去打了 现在自动的,由SDN自动化的 帮你统一的全部都配置了 但是呢,SDN没有解一个问题 就是架构问题 就还是需要网络架构师 然后呢,基于你的业务主管 你们的这些主管,领导 这些业务需求 要什么要上线 要什么样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的 依然需要去把这个业务主管的这些意图 我们想要什么 然后转换到技术意图 就转换到入屋协议啊 网络架构啊 等等等等,高可用性啊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吧 依然有一个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依然需要网络架构师 需要高级的网络架构师 然后呢,来做一些转换 转换之后呢,然后再做配置 基于意图的网络呢 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他尽量的简化了这个部分 就基本上能够说啊 你输入你的这些业务意图 你说你有什么样的设备上线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吞吐量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高可用性 基本上你有这么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大概点 然后呢,就能够把意图呢 把你的这个业务意图呢 转换成技术意图 然后呢,通过这个就配下去了 这要基于意图的网络 他让这个这个业务意图 到实际的一些配置上线 那么更加顺滑 更加快速 更加没有个人主观的一些设计 设计师嘛 对吧,总有自己的style 所以他可能会更多 更加这个AI一些 能够帮你之中的做一些转换 满足更多你的要求 大概是这些啊 好,然后呢,这个就不看了 然后整个实验台呢 这些是我的理论啊 我会在课堂上面去讲 然后呢,整个实验台呢 我现在是做完了呢 老规矩我们的VIP课呢 都尽量的能够给大家提供完整的实验台 那么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实验台 基本上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好吧,毕竟这么说吧 为什么我选玩国外的 因为国外的比较开放 那么 我也熟的人也比较多 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那么搞到这些实验台 这些授权 这些转件 那么都比较容易一些 好吧 那么这是全套的实验台 然后呢 全部都可以实验全部都可以做 好吧 我们基于这个东西呢 设计了这个一个完整的实验 好吧 这个实验现在都是做完了的 现在是这个蓝图是完全做完了的 按照我们的意图 是全部都给它配置完了呢 好吧 然后呢 整个过程呢 我都有相应的 我提供实验台 然后整个过程呢 这次呢全部都有截图 全部都有截图 每一个步骤都有截图 好,当然呢 我用这个pycham也记录了整个的 用文字也再次记录了 所有的一些细节操作啊 既有截图也有pycham的这个 这些细节的操作 好吧 我们提供全部的实验台 那基本上呢 我的教组IP呢 基本上实验台都能够提供的 个别确实有个别 那么可能 可能授权时间比较短 那么可能呢 比如说每次申请的可以只有一个月 那么一年呢 我可能也会给你开放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可以让你做实验的 尽量能够做 好吧 这也是 学国外技术的好处 而且确实别人技术也领先一些 而且确实环境也比较成熟一些 好吧 国内的话最近我 反正我们也在做这个前一堂VIP 国内的话确实有问题 就是说授权卡的特别严 就跟东西也不咋好东西 对吧 授权还卡的跟香摩布一样 实在受不了 对吧 国内确实有这个问题 就是授权感觉 他们家好像特别流逼 感觉 就是 国家机密 他们家的产品都是国家机密 特别不得了 特别难弄 国外的领先技术 反而 我觉得至少吧 我觉得 思想开放一些 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开源的 我觉得至少这一点 不管怎么的 从这个点我觉得 那我得给国外点赞 好吧 好 不说那些 带私人情绪 个人style的东西了 好吧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这个课 那么下周二呢 我就开始来介绍了 好吧 那么基于意图的网络 我们的领导者 我们的Upstra 其实四个的DNA 也是叫做基于意图的网络 那么但是我觉得 Upstra在这个理念上更加先进一些 而且他其实多厂商支持 不是说他们Julip他们家 其实各厂商都支持的 好吧 好吧 那么我这个课程的先导预告 咱们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下周二开始的这个 基于意图的网络Upstra 好吧